装上去 题目自己产生就可以来练习了 OK 那不过 因为我们先把前面的先讲完 后面的话 我们再来带这个证照题目 OK 好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要继续再来看 那个AutoComplete的这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它是在各位的这个书上的 五支三十六页 五支三十六页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 AutoComplete TextView 其实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有些东西 你希望让人家怎么样 点下去就可以自己跳出来的话 就是不用打完 它只有打部分就跳出来 那对手机来说很方便 因为手机本来就不好输入了 你要人家输入一堆东西 才可以看到结果 那不是很麻烦 所以你如果打一个字 它就可以秀出一个清单 让它挑的话 那就很方便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可以利用 那个AutoComplete 这个TestView 来自动跳出我们要的部分 那不过这个地方 有点像是 跟Spinner有点像 也是一样嘛 你还是要怎么样 要有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要放哪里呢 一样嘛 你还是放什么呢 放那个 先把那个完成的部分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Value里面 这个Strength里面 也就是说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Country的Item 里面的话分别就是有好几个 就是这是国家 国家的名称 那这几个国家的话呢 我就先在这边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这个叫String Array 叫自串阵列 那当我点了之后 我要怎么可以去搜寻 并且帮我list出来 这个是这一题的比较重要的部分 OK 那所以等一下的话 第一个 请各位 先建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的部分的话呢 里面有哪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上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首先呢 上面用那个Linear Layout 那上面放一个Test View 那Test View里面的话呢 我们把它加一个文字好了 在上面的话叫Country 或者你打开国家也可以 然后呢 在它的另外左边的 右边的部分呢 再放一个Auto Complete Text View 那这边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个Auto Complete Text View 它放的位置 是在哪里呢 在 是不是在这个 这个里 Auto Complete 在这里 有没有 Auto Complete Text View OK 然后把它布局上去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横向 有没有发现 它可以一个 两个 如果说你要改横向的话 那刚好如果两个元件 你干脆怎么样呢 上面的Linear Layout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改成按右键 这个地方Change Layout 本来是什么呢 本来是这个Vertical 就是垂直的 你可以干脆改水平的就好了 那将来放两个元件 它就刚好放水平的 OK 那你们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图示 有没有 这个就是Hone Rental 水平的 放两个 这个元件 OK 可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先把那个画面的上面 把它布局一下